如果说美中会谈只是开胃菜 报告第一道菜已经上菜了 美中接下来会上什么样的菜呢 希望停止单边霸凌的行径 停止干涉他国内政 停止拉小圈子搞集团对抗 这个都是中国大陆常讲的话 那么意思就是说 就是拜登总统讲的 说我要联合所有的盟邦 一起来应对中国大陆的崛起 那么大陆把它说是拉小圈子 搞集团 这圈子不少 冷战思维 大家好我是真一臻 欢迎收看真心话大冒险 今天真心话大冒险 我们在这个美中会谈上也看到了 讲出了真心话 也让大家觉得真的是大冒险 但是呢话说回来 谁是真盟友 谁是真心盟呢 现在美中现在外交 好持续在进展当中 好接下来我们刚刚说到的 如果说美中会谈只是开胃菜 报告第一道菜已经上菜了 好美中接下来会上什么样的菜呢 好我们先来看到中俄外长来会面 那双方呢互相通报对美国关系的近况之外呢 同时啊也表示呢 希望停止单边霸凌的行径 停止干涉他国内政 停止拉小圈子 搞集团对抗 这个都是中国大陆常讲的话 那么意思就是说 就是拜登总统讲的 说我要联合所有的盟邦一起来应对 中国大陆的崛起 那么大陆把他说是拉小圈子 搞集团 这圈子不小 冷战思维啊 这些我听 我从年轻听到现在 对这个中国大陆当然有他自己的逻辑 我们也给他自己的尊重 那么中国大陆认为他的普世价值 也不是我们认为的普世价值 所以在这个争议点上面 我觉得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 站在我们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立场 我们当然不应该害羞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决心 跟我有自己的这种意志 去告诉别人 不管是中国大陆 或者是别的国家 说我们认为的民主 我们认为的人权 我们认为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原则上是对的 但是如果另外一个国家 他所作所为 是明显的违反世界普遍的标准的话 我相信世界各国也会联合起来 去告诉那个国家或那个地区 说你做错了 当然在某一种形式上 你可以说是干涉内政 但从另外一个形式上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那是人道关怀 所以我们相信自己所信仰的 然后勇敢的大胆的把自己的理念说出来 才是正确的解方 的确哦 那这一次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在美中会谈之前 还有一个会谈 就是美日的二加二会谈 好最近也是引发大家的讨论 因为当时呢 这个岸信夫就提到了 日本的防卫大臣岸信夫就提到 台湾海峡如果发生什么状况 就会马上变成日本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地区抱持着关注和美国一起 好所以呢 这时候就被逼问了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是台海出事的话 日本就会有所行动吗 这个大家注意啊 外交就是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 很微妙的一种逻辑 因为岸信夫 其实二加二会谈 是发生在阿拉斯加 美中高级别对话之前 可是美国防长 跟日本的防卫项 岸信夫所谈话的内容 是在阿拉斯加之后 才对外公布的 那么这个 我觉得也是一个 特殊的安排技巧 那么日方所讲的话 在我们国内 从日语 日文翻成中文以后 在报道上面 有一点点 这个稍微隐身 现在流行的一句话 叫做家住 就是有一点点 但是如果我们看日文原文的话 我请教了日文系的教授 也是懂亚洲政策的 其实岸信夫讲的 句句实言 但是他表述的方式 非常非常的有技巧 他说如果台湾有事的话 对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很大的麻烦 他并没有用别的字眼 他也没有说 当这个麻烦出来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 对他也没说 他所讲的是说 我们会跟美国加强同盟的合作 所以我现在不要去翻译那每一句话 大家在网路上都可以找到 岸信夫的谈话 你把直接用Google翻译 我查过了 大概可以翻个百分之九十 所以错误不大 所以大家自己去翻 但是我要讲这个美卡在什么地方 在哪里 就是日本强调的几个点归纳出来 第一个 日本非常关心它的西南边 也就是台湾嘛 那个西南 日本的西南或者是周边有事 其实日本已经提了二三十年了 日本最希望的是美国能够保证 就是在日本本土以外的周边有事的时候 当然包括钓鱼台 对不对 希望有事的时候美军可以压上去 等于是美军挂保证说 如果谁动钓鱼台我帮你 可是呢 日本经常不太说出口 都是说西南啊 或者是周边 那美国也都 美国都有说 那个区域是在美日安保条约里面 但是也没有说我会做什么 这就是战略模糊的地方 那么这一次 日本讲的第一个是说 我会跟美军一起 就是说即使台湾有事 它是配合美军的 第二个就是台湾如果有事 日本当然受到影响 因为日本从中东进来的所有邮轮 还有跟世界贸易的货轮 都会经过马六甲海峡 经过南海 经过台湾的东边或西边 主要是东边 然后到日本 如果台湾有事 当然会影响到日本的能源交通线 以及海上货运 甚至空中交通 所以日本当然会说 台湾如果出的事情 对日本很难 可是他没有继续去引申 所以我们不能说 日本岸信夫讲这句话 意思就是说 如果台湾有事 日本会出兵 第二个 他说他要跟美国一起 并不是跟美军联手 美日同盟是很正常的 他们两个军队 就是美军跟日本自卫队 一起演习 或一起从事什么样军事上面的行为活动 也很正常 因为他们有军事同盟 但是美国跟我们没有邦交关系 没有明显的军事关系 日本跟我们没有邦交 也没有军事关系 所以美日同盟在台湾有事的时候 直接出兵 跟中华民国国军一起 来做同盟性质的同盟作战 那个距离非常非常遥远 美国没有讲 日本也没有讲 所以我们不要去因为暗信妇讲一句话 我们马上开始衍生说安 如果出事的时候 每日都来救 讲这句话不负责任 那也不是我们这个节目的style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